大家好,我是归木禅 这是一个从12年前打回来的回旋标 2012年9月8日 国内某著名985大学的体育专业教授 曾经在我们国内售媒平台上 发表过这样一番高路 6岁的幽人亲王是日本皇室 第三顺次皇位继承人 他接受帝皇教育的第一课是 重水道劳动,是体育劳动,是身体活动 说的勉强一点 也就是说开发的首先是冻伤 反观我们中国的儿童 一定是把被唐诗和朱蒜 作为第一课和接受启蒙教育开始的 我们注重开发的是小孩的智商 日本是世界公认的创新型国家 而反观我们呢 一黄眼 现在距离这条社媒动态的发布之日 已经过去快12年 当时间来到2024年8月 在周刊新潮和周刊文春 日本知名媒体的接连曝光下 一座和公知们刻意给中国民众 塑造出来的人设截然不同的 有关幽人本人和日本教育的冰山 开始逐渐浮出水面 据日媒报道 从7月31日开始 幽人和他的父母一同出席了 在齐步县举行的第48届全国高中综合文化节 目前幽人已经得到了东京大学农学部的入学资格 但是获得的方式并非是通过常规的入学考试 而是推荐入学 报道称 在今年1月18日至19日 幽人曾经参加过为期两天的 东京大学入学共同测试 这项考试涵盖了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生物、政治、经济 还有日本历史等多门科目 满分为1000分 800分是合格性 而就目前日媒披露出来的情况来看 幽人的考试成绩简直只能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 卷面分满分200分的 日文、语文和英语 幽人分别只得了5分和6分 卷面分满分100的政治经济和日本历史 幽人分别只得了3分和4分 至于数学和物理两个科目 幽人更是一分未得直接吃了俩咸鸭蛋 对于幽人的这一考试成绩 报道援引幽人就读的日本 祝国大学附属高中方面的相关人员的话称 实际上我们高中对幽人殿下的成绩也倍感头疼 坦率的说 幽人殿下的成绩是不正常的 除了生物学的勉强还算可以之外 不论是文科还是理科 它的成绩都相当令人担忧 所以说祝国富高学子 平时的考试成绩和排名都是不公开的 所以即便是同班同学了解幽人殿下成绩的也有限 但是就这样的成绩跟上课程都有困难 他本人可能也对读书很感到痛苦 报道提到就这样的学业成绩来看 幽人似乎无论如何也不足以被助播富高推荐上东大 这一点很多日本人其实也心知肚明 在日本最大的门户新闻网站 日本雅虎上有一种观点是这样认为的 幽人的母亲季子一直有个梦想 即无论如何都想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首位 曾东大毕业的日本天皇 关内厅对此是什么看法外人无从得知 但是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各方应该是默许了继子这一行为 虽然走后门这个说法现在在日本舆论场上甚嚣成上 但是相关消息至今未得到日本王室的任何证实 如果相关说法为真 那么对于幽人所在的邱小公家族来说 走后门恐怕也就是幽人救度东大的唯一希望 如果最后连这个后门都走不成 幽人心中的阴影面积只怕还将更大 报道认为身为日本的帝王家族邱小公夫妇 对幽人的教育无疑很难称得上成功 对于邱小公夫妇来说 他们现在唯一的指望 也就是无论如何都要把幽人送进东大 在这篇报道的评论区下面 最高赞的那位日本网民的留言是这样说的 东大的推荐入学考试 如果共同测试的成绩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 理论上是不能合格的 在祝伯富高的考试成绩都低成这样 这种人可能获得东大的入学推荐 如果确实判定为不合格 我认为东大应该对幽人的入学申请明确驳回 这样反而有助于东大提高 其在社会上的生育和权利 在幽人的东大校招考试成绩被媒体披露出来之后 后来又有人挖出了幽人在就读中学期间干过的其他好事 比如对祝伯富高的高一年级女学生动手动脚 幽人在就读祝伯富高期间加入了学校的羽毛球社 但是相比羽毛球本身 幽人似乎更愿意把心思花在同为羽毛球社社员的女同学们的身上 尤其是那些高一的女同学 这些女同学普遍抱怨幽人行为不减点 不是盯着女同学们的胸部看 就是盯着女同学们的臀部看 至于同为羽毛球社的男同学 幽人则连看都不看一眼 一旦被别人问几眼了 幽人有时候还会回一句 少啰嗦 我可是未来的天皇必下呢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幽人在羽毛球社呆了也有一年多时间了 但是其水平始终停留在初学者阶段 你都不好说这孩子到底是把功夫都下在什么地方 大概是因为幽人当初这挂实在太大 所以在日本著名的网络恶子人聚集地RCH网上 当时还有人用这样的标题给他发了篇帖子 速报 幽人亲王因为吃汗行为而被当场抓包 从学业到人品 无论怎么看 日本王室对幽人的教育 似乎都对不起培养动伤这么高的评价 除非我们那位教授所谓的动伤 其中也包括了对同龄异性学生 毛手毛脚的下作行动 通过上述这些情况分析 我反正是没看出来 日本教育有哪一点对得起了 那个传说中的世界公认的创新型国家 这一夸赞 最起码我在幽人的身上是没看出来的 我觉得这孩子生在日本的帝王家 其实挺可怜的 不光动伤没被培养起来 最后连智商和情商也被跟着拉低了 你说就幽人这学业水平 我不是他家人都不免替着孩子担心起了他今后的就业问题 而关于这个问题在国内社会平台上 幽人的东大入学考试一塌糊涂的有关话题下面 我看咱们有位网友说的就挺好 依我看这水平其实挺适合当日本天皇的 如果当不成 那么不妨考虑一下新闻记者 特别是体育新闻记者这条路子 别看这孩子的分不高 但是干这一行的话 我估计着怎么着也够了